市場攤商親切招呼客人 臉上始終保持微笑 不只是因為顧客上門 而是能夠再回到 原本的大榮市場做生意 全新完工的大榮市場 空間寬敞明亮 地板不再濕滑 生鮮產品還有溫控設備 逛傳統市場就像在逛超市 這裡要買的人 要買的人也客氣了 人家要買的人也客氣了 以前都是反對 因為人家沒有做生意 不怕放進步 可是建起來比較好 比較新潮 還有進步 又乾淨 搬回到新環境 讓攤商和客人都有舒適感受 2015年7月 大榮市場因為高氯離子被迫改建 82個攤商 暫時遷到哈密公園的中繼市場 經過4年多時間 總算完工試營運 除了改善環境衛生 還提供行動支付服務 鼓勵年輕朋友也來逛市場 年輕人恐怕可以接受 那比較年紀大的人 沒辦法 沒辦法會去用那個卡這一些 如果沒有在中繼市場 就不可能有回到大榮市場 即使你回來 客群也會散掉 所以我覺得我們堅持是對的 所以我也很感謝在中繼市場的 那些跟我一起奮鬥的那些攤商 傳統市場要推行動支付 短時間可能還無法普及 但對攤商來說也不會受影響 回想過去從抗拒改建 到現在看到新環境 這幾年的過渡期算是值得 環境變好了 讓老顧客願意繼續光顧 也延續傳統市場特有的人情味 記者邱世民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